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许中佳 立法院这两天备受关注 劳基法修正 昨天挑灯夜战出审过关 不过在一党杯葛拖延意识 到底对法案修订有没有帮助 还是只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那与其拖延时间 不如让修法的内容 更能保障劳工的权益 而政院版本增订的把关机制 真能发挥效用 还是形同虚设 哪些行业需要弹性 哪些是长期过劳 那资方始终没有改善劳动环境 需要立法保障的 那这些劳动部有没有盘点清楚呢 最重要的是 修法有没有进步的精神 还是依照用这个便宜劳工 去拼经济的心态 那台湾永远无法摆脱 低薪过劳的处境 另外促转条例 以及公投法修正 今天能三读通过吗 国民党一下开放 一下又下令阻挡 内部是否陷入了矛盾 甚至还要开国际记者会 控诉这个法事 违法违宪 不过国际媒体会认同吗 相关一体我们一谈讨 首先介绍来宾 在我右手边地位是 民进党立委蔡逸宇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主持人观众朋友下午安 还有政治评论委员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次任媒体员王瑞德 也是最续媒体员中年华 中年华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 劳基法修法 昨天立法院讨论一整天 晚上十点多完成出审 表决时呢 时代立昂立委徐永明呢 关掉总电源 说这是黑箱表决 来看VCR 本次会议并案审查 劳基法表决到一半 委员会却突然断电 一片漆黑 原来是时代力量总召 徐永明不满民进党用忍数优势 想跳过逐条审查 强行把劳基法全案打包 送运会处理 故意关掉总电源 象征黑响表决 朝夜摸黑护枪一门夺钟 表决仍持续进行 抗议声中 民进党总召柯建民 赶紧把灯打开 直接立委排成人墙 层层受助助席台 最后以15比7 通过劳基法出审 决购劳工啊 决购劳工啊 只要发生劳工在职场上 过劳的现状 你们现在在现场的 每一位冯进党立法委员 都是杀人凶手 对 你们都是属于杀人凶手 抗议 抗议 在野党议委标骂 不断行冲上助席台阻止 因为劳基法修法 有包括休息日加班费 何时计算 提高加班工时上限 轮班间隔11小时 例外8小时 还有松绑齐修一 以及特休假地延次年 加班按比例换补修 增加三天裹定价 和时事日期等等 总共8条争执不下的条文 历经13小时凹战 多次火爆冲突 最后却遭民进党突袭 让劳基法在争议身中 完成出胜 最快明年1月5号 就能再任会表决 好 我们看到劳基法修正 昨天挑灯夜战 出审过关 我们带大家很快速地 来浏览一下 这个修正案的对照表 那包括这个证院版本 可连续上班12天 何时计算 上限54小时 三个月上限138小时 特休假可延一年 那这个轮班间隔时间 是可以弹性缩到8小时 那新增了这个把关机制 包括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同意 劳动部的合可 以及劳资协议 以及工会同意等 三道把关机制 来先请到瑞德哥 这个时代立昂说是 黑箱表决 到底黑箱在哪里 再来这个在业党 用尽了一切的这个杯葛手段 到底对劳工有没有帮助 那政院增加了这个把关机制 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效用 还是形同虚设 事实上执政的民进党 应该先跟全国民众道歉 为什么呢 去年这个一粒一休 要出来的时候 是怎么讲的 反对的人 你可以票不要投给民进党 然后呢 现在新上任的这个行政院长赖清德 刚上任三个多月 改了一粒一休 那么他说有19%的人 那应该修法嘛 要受到影响 19%的人因为受到这个 一粒一休受到影响等等嘛 那60%的人要找第二份工作嘛 也就是说 去年一亿孤行的一粒一休 造成这么大的一个 对台湾的经济的伤害 还有包括 本来是有位老公 你哪有一个做老婆老婆的 你认为说 你要对孩子好 所以你决定了他结婚的对象 一直是一样的 仓促决定结果 现在变成这个样 那你也不要忘记一件事 所以你必须 因为你错误的决定 必须先跟大家道歉 然后呢 另外就是说 现在 你不要忘记哦 这个赖清德的第二支箭射出来的时候 说要修改一粒一粒 大家是打扮了 60%是支持的嘛 那我问你嘛 那既然60%是支持的 为什么到后来 现在你看年轻人 网路上 然后包括这么多人 大家都在反对 都在干扣 对不 那为什么呢 这是版本出了问题 对因为你的版本的 那个戏目出了问题 那我讲的是那个良心化 为什么 刚刚讲的这些 其实最主要 你可以发现加班时数的上限 三个月 他只是说可以上调 最多上一个月上限54嘛 但是你三个月平均 还是一样不能超过每个 其实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啦 总工时不变 不能超过46小时 工时不变 这个部分 还有何时给的 我都没有意见 这都是我没意见 特休价这个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年事实上你本来就应该当年让他休完 但是实质上不可能 对 休不完 不可能让他休一年 如果你两年没有休完 那很抱歉 那你就是给钱 这个都OK 对 可是这次最大的问题在于七休一的部分 嗯哼 连续12休二 对这个问题 你要把它解释的很清楚 对 还有这个11小时从没有 尚未实施的这个11小时 你把它11小时是原则 然后8小时缩短以后 变这个等于例外 对不对 弹性 对 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啊 刚刚中央所说的那一段 如果我请问各位 这个也是我特别有意见的地方 我特别对那个11小时 缩短到8小时的例外 有没有 我特别有意见 因为我是劳工 我做30几年的劳工 你知道吗 现在的现实面是什么呢 现实面是 工140几万家的这个 中小企业呢 你的这个 等于说工会很少 而且工会大部分都是弱势工会 对 然后呢 没有工会的 劳资协商都老板说了算 对 所以这个 你要去把这个东西推给劳资协商 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说坦白 那个是政府负责的说法 所以我有意见 那么民进党一些 留意 是在野党 他们也是针对这个部分 劳团也有意见 但经过这个抗争 跟沟通解释以后 你看现在修法了 现在多了一个中央 包括中央的劳动部 包括这个等于说地方 你政府机关要介入 你不可以都跟劳工 这我就赞成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考量到 然后还有包括 衣服人员 包括这个等于是 马上要纳入的 劳资法衣服人员 还有运输业 你要考虑到 他中间的这个劳工 休息的时间够不够 因为他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些东西 事实上我觉得 行政院长赖清德 其实他 其实他在立这个法之前 他也有考虑到 没说清楚 我告诉他 如果第一时间 全部都说清楚 就不用到处上节目 灭火的广播电台 然后电视台 这样讲一大堆了 也不会自己的立委 这样子抗争那么大了 也不会很多的 在野党就拿这个东西来 很多的在野党 就拿这个东西来攻击你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送出了委员会 那么也做适度的修改 这给我们执政的 民进党政府一个教训 认证叫拔家师 明明你把 他在伊丘所造成的 伊丘所确实造成 台湾很大的经济的伤害 还有包括劳工的伤害 你不能叫 劳工都是好 对吗 所以呢 现在修正 是好事情 修改也是好事情 为什么不够写呢 我们自己就要 好好去深思的检讨 下次再推出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深思熟虑 然后大家所有的细节 包括什么东西都沟通清楚 对 因为其实 因为台湾的这劳动环境 说实在这劳方是比较弱势的 那当你要修改 对资方有弹性的情况之下 那你要对劳方说明清楚 有哪些情况 必须有一个把关机制 但这个把关机制 是不是真的能够发挥效用 来 民意兄 这个部分我们看 在业党都有很多的拖延 很多的意识杯葛 但问题是 对劳工到底有没有帮助 比如说国民党 或其他在业党好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提出 一个实质的 对劳工是有帮助的 因为太多的杯葛 其实往往都会模糊掉焦点 拖没有意义 但是敢没有道理 真的这么急吗 才不过一年的光景 之前说这是最好的 哇 这是最棒的政策 那个时候也是强行要通过 当时的国民党 也是孤城无利可回天 没有办法 搞得怎么用共的用门 甚至于他们说丛林把这 又打的也打住人家 真的是更小啦 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不敢说是读书人 看起来是比较斯文 两三家就被人家拖出去了 所以国民党的拖没有意义 不能解决问题 那民进党的敢更没有道理 可是我必须这样讲 我看到这一局 我感觉国民党 真的要检讨 检讨什么 为什么民众不相信我们 不给我们多一点点习次 现在拖手拖起来也是输 但是民进党的 第一个说八十 第二个很厚白 第三个很厚白 第四个很厚白 从这个局面看起来 包括现在很多的评论员也好 民嘴也好 为什么大家一面倒 这些细节大家都看得懂 态度出了问题 态度你知道吗 以前民进党是怎么在干 跟大家这些劳工朋友 你看看昨天邱颖颖 讲那一句什么话 不认真啦 抗议还在放录音带 那个真的是凹门 那今天拖英文主席 现在的拖英文总统 你之前像鸡头 你怎么说 路红是我心头的心头吧 最软的 最软的那一块 最软的那一块给你吃够够 今天我坦白讲 这件事情如果说 逐条讨论 逐条表决 国民党输是绝对的结果 在野党输是绝对的结果 但是劳工朋友会赢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逐条讨论 跟表决的过程中 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相信赖清德 也不会跟人民作祟嘛 不过昨天有详细的逐条讨论吗 还是说被一些 杯葛手法也就模糊掉了 我常在讲 各位去回想看看 过去国民党四分之三也好 还是在威权时代也好 其实我们都认为说 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遵从少数 过去的王院长 在担任院长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三个人 就可以阻挡一个法案 为什么 那是 鼓掌又鼓掌 输掉又输掉 尽量尊重少数 现在民进党不是 你看到那些立法委员 嬉皮笑脸 那个在那个现场的态度 动不动就是干扰人家 发言怎么样 我说真的 比蔡奇亚还比蔡奇亚 所以我必须这样来讲 我们现在对政府的信任在哪里 不是信任你国民党也不是信任你民进党 信任制度 制度靠什么 靠立法 你现在跟我说政府要强制介入 过去的莱克多巴胺说三管五卡民进党 你现在说不说没人去做 现在你告诉我政府要强制介入 那个八小时轮班制那个东西 我告诉你 民进党不要挑战人性 民进党你要告诉我 你要人性化的管理 人性化的制度是定立一个 两法美策国之大法 不是你告诉我说 做一给四做五给八 做不成我故意这样放 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 来来 议委员 针对这个民意兄所说的 是民进党这样的情况 民意现在身为在野党 他对执政党这样的批判 我们都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在批判的时候 很多事情还是要回到 事实的一个真相 我觉得我先讲修法的这个内容 现在大家在检讨一粒一休的时候 确实这一年来一粒一休 造成了很多 不管是企业家或者是劳工 他们确实在试用上 都因为一粒一休 然后劳工想加班 没办法加到班 所以到后来一粒一休是三叔 这个是民进党承认 在这个政策上的一个失败 但是我们在这一次来修正的一个过程中 有一粒一休的部分 也有不是一粒一休的部分 其中七休一跟所谓七休一的部分 就很明显不是一粒一休 那我先来讲七休一 七休一事实上大家知道 他过去的时代是用一个韩式来 来做一个处理的 那后来因为这个韩式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废止了 那很明显看到我们把它回到八十四之一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劳基法八十四之一 他所规定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他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用四周的弹性工时 然后来取代了这个过去的七休一 但是四周的弹性工时 他在过去的只有劳动部这个关卡 也就是说只要劳动部同意让你四周弹性工时 基本上整个产业 整个企业 就比如说运输业 是用四周弹性工时 表示整个运输业 未来他们就是四周弹性工时 每一家产业怎么去运用这个弹性 没人知道 所以之前已经有弹性就对了 对之前这个弹性已经存在那边了 那我们这一次增加了 增加了这个三道的一个把关机制 就是说这个弹性 我们依然是给需要的一个产业 只是因为又增加了劳资协商 以及工会的这个关卡 就变成说我给你这个产业之外 你个别的企业 你还是要跟你的劳工沟通 那政府这部分被查后 未来政府可以知道 到底哪些产业去用了这样的弹性 那要去集合的时候 就去看你这些用了这些弹性的企业 是不是有对于劳工 有不合理的一个苛求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有人这样 但是到底是什么人 抓不出来 不过现在外界对于把关机制有很大的疑虑 你那个包括工会 劳资会议 恐怕大家都觉得那个是虚的 未来要来增加所谓工会法的一个力道 这个我们都同意 可是我们总之要先解决现阶段 产业需要弹性 劳工需要加班的这个状况 你应该先服务 你应该帮助这些工会 先强壮了 我还没讲完 你刚刚讲的时候我都没有打擦你嘛 然后好 现在又讲到了11小时跟8小时 不好意思 国民党你执政那几年你都没有都是8小时啊 你们有你们当时有去检讨三班制吗 没有 民营党上来后 我们在过这一个一律秀修法中 在大家协商的过程中 我们增加的配套 也就是把间隔11小时入牢几法 过去的时候国民党执政是没有的哦 但是这个入牢几法后 确实它马上冲击到了 台湾现阶段就是有三班制的存在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否认 因为所谓11小时入法 它还没上路 所以三班制还存在台湾的产业中 所以那些行业还需要时间去调试 对他们需要时间去好好的调证 你短期内叫他去增加人事 人事的成本他们还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为了让11小时上路 才把所谓的一个三班制 就是间隔8小时当作例外的状况 那当然后来在检讨的过程中 我们也认为说 也许只这部分 如果把关的力道不强 那确实对劳工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也愿意再增加把关机制 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 这个8小时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完全没有去改的 我们是要落实11小时 才会去推动这样一个修法 所以8小时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许不100分 不完美 但是相干无事 经济也都很好 劳工也没有抱怨 为什么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经济有你现在好吗 你不能一套西装给所有人穿 每一个产业 劳资双方是可以找到一个契合点的 过去三班次是相干无事 你现在讲得很好听 你要给他修11个小时 那你就不要有例外8个小时 那为什么要去例外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落实11个小时 我们想要落实11个小时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企业过去用三班次 你现在要把它改成11个小时 一天就是24小时除以3就是8嘛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11小时马上入法 让整个企业它的整个轮班是乱掉的 委员你看到问题了嘛 那你在赶什么 你在急什么 一年前你们不是也赶 上媒体都说到没问题了 一年后你们来赶 我会不会再一年后来赶 所以需要时间去调试就对了 所以我们就是让个别产业先去协商 然后政府在后面把关嘛 OK 来来年豪怎么看 这个把关机制大家是最有这个意见 也就是说这个把关机制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漏洞 那再来就是说11小时跟8小时 这个部分恐怕有一些行业 你还真的是需要立法去做管制 不然我们说长久以来 台湾民众劳工过劳这个情况 已经这么久了 那一直没有办法去改善 是不是这个法能够有这个进步的精神在里面 其实从台湾有劳基法以来 从来没有法律规定过 轮班间隔一定要11小时 从来没有过 即使去年修法加了这一条 但是后面加了一句 实施日行由主管机关令刑定制 但是从来没定过 这个道理大家懂 然后七休一的部分一样 刚刚易渝委员有解释 从吴伯雄当时当内政部长 因为当时没有劳委会 劳动业务是内政部管 他一个函事就把七休一给冻结了 一直冻结到去年 民进党国会多数之后 强制把劳动部那个函事给废除掉 回到七休一 结果经过一年之后发现根本推不动 所以你说民进党去年那个修法 有没有错 我个人认为去年那个修法 过度于理想化 所以实际放到业界去执行的时候 发现很多自爱难行之处 所以也给劳工错误的这个 对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对面两位都是有选举的人 我相信你们选举的时候 大多数活动是在星期六跟星期天举办 请问你们的助理那时候有七休一吗 一定没有 对 对不对 好 那你说如果七休一的话 你们都会违法 因为你礼拜天一定得让助理放假 那好 那你说好 我通通请公读生来 请问一场选举活动 可以全部请公读生吗 不可能 所以很多行业在某些时候 是需要弹性 不只选举的人 很多公司他可能 假设我公司可能只有20个人 我礼拜天可能要办一个展览的活动 或是一个促销的活动 特别在房仲业最常见 就是房仲业 我可能星期天因为客源多 或有些展览 有些外商公司 可能他需要两个礼拜的展览时间 我讲的这个实例 我告诉你 宗教我告诉你 AIT够重视劳工权益吧 美国在台协会 AIT在去年七休一之后 他就碰到这个问题 他们星期天办一个活动 结果发现 所有的人都要来上班 那怎么办 违反七休一 赶快打电话去请教劳动局 劳动部 结果两边我来问去 最后还是没办法解决 因为就是要七休一 那新新闻 在今年办30周年 社庭的时候 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就星期天办活动 结果发现 通通不能来加班 那怎么办 你全部请公读生吗 那最后 请高阶主管 因为高阶主管 勉强可以拗说 这个责任制 没什么七休一的 所以给予弹性 也许有人讲说 这个弹性是少数特例 没错 可是当有少数特例 你如果不给他弹性的话 他可能会对他造成极大的影响 可是我发现最近反对的人 却常常拿这个特例来当通例 说这样大家会累死 没有错 台湾劳工 的确过去曾经发生过过劳时的案例 这个我们都不能否认 好 那如果说 现状就没有强制规定 轮班间隔要11小时 也就是刚刚一语委员讲 现状就是8小时 那现在这次修法是把11小时变成原则 例外才是8小时 那请问有没有比现状进步 我认为他是比现状进步 那好 所以这次民进党被批评 当然因为去年的修法过于理想化 或是过于仓促也好 我觉得在野党或是很多人的批评 我觉得民进党身为执政党 就只能概括承受 因为的确你们去年修的法 执行一年之后 发现是很难执行 自爱难行 但是你昨天的讨论 有要理性讨论吗 昨天有人在台上 念了一个小时的佛经 请问这个叫讨论劳基法吗 看起来只在拖延时间 这种讨论你再给他100小时 也讨论不了内容 所以我才会说 他对劳工没有实质帮助 只在拖延时间而已 他那个念经是一种策略 去凸显他对于这样的 今天会议的不满 这不是解决问题 但是他凸显问题 但往往凸显问题 我就说对劳工 其实没有实质帮助 民众只是看到说 你是在这边杯葛 但民众就是说 这个部分我们说 法是不是有进步精神在里头 那再来就是说 劳动部有没有办法去盘点这些 比如说试用松绑七休一 或说十一这个间隔 然后可以例外八 劳动部有没有办法 现在说不是申请制 那他有办法去公告实施吗 我觉得这个困难度 就是稽查远的不足 那当然民进党一直说 可能年底要增加到1000人 可是那比例上是非常悬殊的 等于是9万比1 那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劳动部他最大的问题是说 他到最后才表达 这整个修法过程 我其实从来不反对修法 可是你劳动部的监督机制 是到最后长期的 这劳团的抗争之后才加入的 那表示说政府还是听到了 所以这个修法的过程 我认为说 我蛮支持赖湘领的强法 因为赖湘领从之前就已经提出说 劳工渐渐 然后他整个产业形态的去评估 因为一粒一修之下 一粒一修其实回到原点看一粒一修的时候 他其实是替劳工的生活品质在把关的 那没想到说 一到假日的时候 因为一粒一修 很多时间没开了 因为我还生气有些挂合又增加 所以例如说 这实行上有相关的困难 表示说台湾的劳动条件 是长期的 在不平等之下 所以我看到赖湘领他讲的话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感触非常深 为什么 因为在决策的过程 思虑不周 为扩纳民意的立法程序 那包括他提到的第一点 就是轮班间隔的问题 第二点 讲到了弹性放宽 七修一 现在改十四修二 等等的问题 有条件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最大的 不是这个修法的本身了 要看他提到的 备查 这个备查是非常大争议 因为如果是真的替中南部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 很多人是三十人以下的公司 那三十人以下开劳资协议的时候 这些主管机关出来 这些成文的规定是变成备查的状态 而且过劳时的严重性 之前我们都提过非常多的例子 可是他今天还是行政法 在这个修法的过程里面 我没有看到说 要把纳入什么样的强制处分 可是我值得开心的一点是什么 台湾不再是政党政治 为什么 我昨天看到一些年轻人 站出来抗争的时候 我认为政党政治已经不管用 因为包括国民党 他虽然没有提出任何版本 可是他有办法就撼动到老团吗 没有 因为老团 依旧没有把国民党 纳入他们的盟友范围之内 他们反而很多的社运人士 站出来是因为 这一个程序三十天 你就要完成这样的修法 他认为你应该更广纳 更多的意见 这个程序正义 是让这些青年世代 感觉到最不满的地方 你如果认真去看的时候 他们对里面的条文 有很认真地去讨论吗 其实很少 OK 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这次的劳动劳修法 真的是你想要面面俱到 真的很困难 特别是这套法 要从过去的时空环境 搬到现在来试用 恐怕都有产生很大的变化 只是说这个法 要想要纳入一些进步精神 那恐怕也是挑战 这个劳资双方 那么以及朝野智慧了 如果说依旧用便宜的这个劳工 要去拼经济这样的心态 那台湾还是无法摆脱 低薪过劳的处境 该如何修法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劳基法修正案 昨晚出审过关 资方喊话 希望未来政府 千万不要介入劳资协商 劳团气得痛骂 劳基法废除 也满足不了资方的需求 劳资协商等于片面 听从资方的意见 要赖清得院长 负完全的政治责任 来看VCR 常万上百名劳团 和警方爆发肢体冲突 4号从早到晚 劳团多次冲撞立法院抗议 但晚间10点 修正案还是通过出审 包括休息日加班费计算 从未满4小时算4小时 以后通通实质计算 以及加班工时上线 轮班间隔和期休一等内容放宽 不过有但书 像是变更加班时数 轮班间隔或是立甲挪移 通通需要经过劳资协商 以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会同劳动部核准双重把关 资方等于大获全盛 但还不满意 那你问资方对这个修正满不满意 基本上我们并不满意的 不满意的原因就是 我们觉得它弹性还是不够的 几十万家企业 然后每一家企业要延长的时候 通通要报租管机关 租管机关要增加多少的人力 送上去它人力不足 可能我今天明天要加班的 明天需要的 那你等到下个月再合给我 那已经没有实质的意义了 工商团体表态希望劳资双方 自行协议的部分政府千万不要介入 否则会造成运作困难 但劳团话说得很直接 说交给劳资协商的规定 根本都是假的 很多贪婪的企业而言 其实废除整部劳基法 都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贪婪需求 的确所谓的劳资协商的结果 就是劳工偏偏地去承受 最终最终过劳低薪等等的 这样的结果 我想赖清的院长要 负起所有的政治责任 劳团狠狠打脸 一例一休 劳资双方各有立场 尽管出审过关 但后续争议持续延烧 很难获得全面认同 好我们看到这次劳基法修正的修法 资方都说政府千万不要介入 来请教年华 这部分感觉好像资方 这个司马昭之心 马上就露出来 那当然就说 劳资双方都要共同去努力 只是说这次的修法 我们说包括这个劳团 包括年轻世代或网络世代 对于政治的层面 或对民进党 有多大的伤害呢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劳资关系 经过这两年连续修劳基法 有点被撩拨成 好像劳资双方是那种 变成仇人 事实上劳资不应该是这种关系 老板没有劳工他赚不了钱 劳工没有老板他没有工作 那应该是双方应该是处于一种合作 但是偶尔我可以争取一下我的权益 应该是处于这样的关系 这是比较健康的关系 那这种健康的关系 要怎么样去营造 其实我倒是会建议这些劳团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换个角度去想 就是说 实务上劳资会议政府 有没有能力介入 没有能力 台湾有几十万家公司 每一家开劳资会议政府都要派一个人去 那我们政府请20万个公务员也不够 实务上他没办法介入 人力也不足 对他最多只能去事后去了解 所以我会建议这些劳团的朋友们 我建议你们换一个方向 你们应该去到各个公司 只要哪个公司 他要开劳资协议 他有任何的困难 他有任何对程序不了解的地方 或者说任何对于争取自己权益的 相关的问题不了解的地方 我觉得劳团可以主动提供给他们帮助 当然政府的劳动局 各县市政府的劳工处也应该要负责 就是我觉得我们要鼓吹一个观念 劳工的权益要自己 用力去争取 或说劳方有明显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你要勇敢站出来 你不能逆来顺受 说我忍气吞声 自己的权益要自己拼 我就拿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来讲 过去台湾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 不会在这边评论 不会被抓走 不会被关 这台湾民主化是很多我们的前辈 牺牲他们的性命换来的 如果没有这些人牺牲 没有这些人争取自己 跟帮我们大家争取权益 台湾今天会有民主化 你觉得当时的统治者 他会想说没事了 你们可以选举了 你们可以选总统了 或是你们国会可以全面改选 这是要靠争取来的 当然政府对于一部分 他可能相对比较弱势的劳工 他没有办法 或是没有能力去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 劳基法的目的就是提供 这些弱势的劳工最基本的保障 比如说最低工时 最低薪资 这是最基本的保障 那应该说是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 保障劳工权益 对 那你说其他的 你说没有错 台湾的工会比例并不高 但是其实美国的工会比例 也没大家想象中高 那为什么美国很多的公司 他可以用很多劳资协议来取代劳基法 美国劳基法规定 其实是非常宽松的 他就把劳工分两种 责任制跟非责任制 责任制就你的薪水 年薪大概换算台币150万以上 那责任制的劳工很简单 没有加班工时限制 也没有加班费 反正你就是责任制 那非责任制当然又比较规定 可是他们非责任制的劳工 要加班多久 也是劳工跟资方协议 劳工觉得我身体好 我可以加班到半夜12点 资方愿意我就加班 但是台湾跟美国说实在 因为环境条件完全都不同 那这次的修法说实在 是不是惹火了蛮多的族群 我觉得这一定会碰触到的问题 去年修法也惹火很多族群 现在我的感觉 我这一年来对于劳基法 讨论的感觉 我觉得台湾现在在 劳基法这个议题上面 似乎已经变成 大家没有理性讨论的空间 动不动就被骂成资金党 或是说帮资方讲话 那其实得罪这难免 因为执政本来就有包袱 那将来真正在下去执行之后 我倒是建议 刚刚明又提到 那个赖湘宁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其实将来 私刑细则可以定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你要实施这个 期休一例外状况 变成时事休二的 如果是一个常态性的 那你在私刑细则可以定 这样的公司你一年 规定一年至少给员工 免费检检一次 或是说这种例外性的 这个排班间隔只有八小时了 你规定可能每三个月或每半年 一定要给员工免费检检一次 这个其实在私刑细则里面 是可以定的 OK 那你透过私刑细则 也许可以有机会 让现在不了解 或是批评的人 他看到政府 他愿意 在照顾劳工方面 多拿一点心力出来的话 也许搞不好可以改变一点 OK 来 来 没有 施警先生有办法规定到那么细吗 再来说这次的修法 我们说是不是得罪了一些族群 那民进党在这当中 到底可能会付出多大的这个代价 特别我们说 赖魁想要去帮一些中小企业 或说违行企业解决问题 那这些也许过去是传统支持 这个民进党居多 但问题是这一来一得失 一得一失之间 如何去评估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社会气氛 整个就往议题上 没有专注去讨论 因为到现在讨论的基础是不足的 因为包括之前我们一直在停 在讲那个美光 美光工会他们不是劳资协商后 那个理事长被fire掉吗 那他不是现在进行绝食吗 这些虽然都说是极端立志 可是在这个修法过程 我们看到包括陈曼利委员 林淑芬委员 那江永昌委员 还有管碧玲委员 他们都会认为说在这个修法里面 有一些细者是有问题的 可是这个细者里面变成社会形态 变成一个社会运动 没有大家都不想去讨论这件事 国民党去霸占主席台 时代力量去霸占主席台 有哪个胜色去跟老公真的要听的声音说出来 没有 大家都是用意识心态 所以是因为说现在计人这个法用这样的方式 要送院会去协商 拜托的 认真的去好好讨论 跟相关的执行记者 这才是协商的东西 另外还有公会法的部分 计人立法院就决定要这样做收法的动作 拜托公会法 赶快修改 让真正的劳资协商能够执行 让有公会的人 有受到公会的保护 没有公会的人 他能够去主公会 让他去执行 来保护他们 我上次有讲过 德国例子不就是这样吗 我是公会七成决定说 我要抗争才抗争 不是随便可以上街抗争的 所以我想说 这个实质的评估 我认为双方都要去想好 对的确 这个台湾的劳动环境要去改善 说实在要有相当多的 这个立法配套去执行 但问题是来议员 这部分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没办法一蹴可击 比如说你公会 比如说劳资协商 这个劳方如何 就是说处于那种弱势形态 那公会能够发挥 他一定的这个效用 这可能还需要多久才能够达成 公会要发挥效用 可能在公会法的部分要在修法 因为这一次在生阳光电的状况 看得出他们因为在劳资协商后 结果生阳光电的企业 他就处罚了工业 就把公会干部把它发掉 那这个如果以现在 公会法的规定是11条 它是处6到30万 感觉上对企业大概是不痛不痒 所以这部分大概是要再增加力道 但是我们要讲是说 台湾的这个劳资环境 在过去这长久以来 是处在一个蛤蟆蟆 蛤蟆就是清清菜菜的时代 所以有很多企业是基本上 他没有真正在落实劳资法 所以这部分有劳减的问题 可是也有一部分就是我刚讲的 刚刚在讲84之1也就是说 在处理七休一的四周弹性工时 过去用劳资法84之1 他是说劳动部核准整个产业都一起适用 结果到底是哪些产业适用 你问劳动部 使用这些产业后来 他的劳工的工作状况是长怎样 不知道 劳动部一点数据都没有 所以这次大家一直在骂说 你劳资协商然后工会 他们协商完之后 然后到这个劳动部做核背 每个人都在骂核背没有用 可是问题是你连核背都没有 你政府就永远没有办法掌握 到底哪些企业去使用了这样的弹性 以及使用了这样的弹性之后 他的劳工的工作条件是长怎样 过去就是没有办法知道 那我们这次好把核背这东西立法之后 至少我们以后已经有数据资料了 以后我们是不是再进一步的去要求说 好你使用了这些弹性的一个企业 你必须要被更被加强劳减 或者是你必须要提供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 因为你使用的弹性这件事情 大家是清楚知道你有在用的 对对对 来明兄要补充 我想是这样子 各位大家还记得华航的事件吗 华航空姐 对不对 大家都看到了 刚才说这个核背 核背的 不是核背 报背 还不是核背 事后报背 核背往往变成辽背一格 不是没有用嘛 华航那个事情呢 劳动部在现场 华航的董事长在现场 现在现场跟你说到三民 不好意思 街头跟你说 不好意思 五会 五会 不好意思 劳动部在现场 董事长在现场 讲的话都不算数了 我 劳工跟我的 我的那个 那个劳方跟私方讲完了以后 我去跟你核背 有什么 不 核背 那个 至少你知道目标 你才能去要求 如果你连目标都不知道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再进一步 落实要求 现况就做不到 你说到整本机做不到一档枝 我要讲的是什么 政府不要骗百姓 劳工是弱劳中的弱劳 如果连你立法委员都讲不清楚 如果你劳动部都没有办法要求华航 关股这么多的华航 去落实这样的劳动条件 你告诉我你未来劳动检查可以做得到 不要受骗好不好 劳工朋友 每天拼死拼我 就是为了糊一口饭 赔一份薪水 你叫他花脑筋来想这些 不好意思 我必须这样讲 我就说负责任的政府 你应该让我觉得清税减证 我不用太多 我好好做工作 我挟多少钱 我日期很好过 你现在告诉我又是七休一 又是做一给五 做五给八 做一给四做五给八 我听不懂 说整部华航的例子是活生生的 各位观众朋友 当场劳动部在场 华航的董事长做出来承诺 隔一天就翻脸不认人 这样的条件 你未来可以落实在现在 我们说因为长久 长久以来都是如此 有办法说一出口气突然 我们说华航的政府突然 我们的国营事件就变好了吗 华航劳动条件就变好吗 来 瑞德哥 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就是因为太不照顾劳工 我说我贪白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跟财团站在一起 跟资方站在一起 所以现在你看 国民党身为在野党 跳出来抗争 人家劳团还是不卖帐 对吧 因为你过去站 站在你旁边 挺在旁边的是谁 那么劳资纠纷 刚刚讲的劳资的 等于说协商 劳资纠纷 或者成立工会 那个缓不济级 包括工会法 如何去训练 不好意思 那没有十几年的时间 滑倒 我那个同学在媒体 要30年前 他就已经跳出来要组工会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整理很简单 你的考机把你打最差了就好了 考机把你打一等 总是要有人一等吧 考机夾等一等 是我长官说的算 然后把你调整 调整植物嘛 你跑政治的 把你调去跑影剧 不是可以的吗 劳资纷的规定不可以这样做吗 我要整理千千万万种方式 资方可以整理 那么也不是说劳方 不敢这个等于说 跳出来干什么 跳出来 跳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的结果 所以多听多 那过去国民党不敢干 你现在民进党你扛出来 你既然跳出来 你就要把所有人家 跳出来说 可能的结果要先告诉你 那你要如何 像这样子 我知道 当然知道劳减不可能 全部都落实 但是比那种黑箱作业 没有人能够去管的 这个所谓的劳资 这个协商对不对 至少你要 你要十二修二 你要所谓的 等于说十一原则 然后八例外 至少你要经过上面 那个主管机关跟政府 有这么一个管道 卡在那个地方 要有把关机制 来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再来关心 促转条例 今天是不是能够 三读通过 休息会马上回来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预计今天在院会三读闯关 来看VCR 同委员吴文贵 国民党立委 郑天才在院会发言结束 突然暴怒 拿着不收钢水平 远远的朝发言台砸过去 原来他走下台前 听到民进党立委 吴炳锐在台下 针对他发言 心生不满 经过调解 双方各退一步 这个插曲 序院会为了审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重大法案 朝野都高度关注 传出周二这天 民进党不排除 动用表决三读通过 不过国民党立党部分法条 我们说储存条例的时间 能不能转型正义的时间 能不能把它向前 连十年就好了 涵盖日本 促转条例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面对我们自己的人民 它的权力 它的生命财产 给予不正当的压迫 至少五次的朝野协商 没有共识 各党团版本 机关促转会 只有时代力量认为 该隶属总统府 其他党团则放在行政院 处理时间 民进党时代力量 认为要处理 1945年到1992年 不过国民党 想纳入日治时期 清明党则要增加 原民被破坏的范围讨论 真一点比较大的是 民进党的版本 让处转会有主动调查权 我真心希望 历史的伤痕 可以在我们这一代 完全抚平 包括第16条 第18条 第19条 赋予处转会 竟然可以 越过检察官与法院的 司法调查权 在威权时代 我们很多不幸的 这个民主前辈 因为这样 有二八事件 有白色恐怖事件 这些都遭受 非常大的历史蒙案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 就是要面对历史 解决历史 去年92 读出委员会的促转条例 在院会躺了快一年 总算有机会 三读通过 朝野大战 一触即发 多少政治受难者家属 期待的促转条例 今天是不是有办法 三读通过 我们来看 现在主要的争议点 其实也是国民党的 这个四大诉求 我们看到处理年限 我们刚刚也看到 赖世宝说往前十年 就是威权时期 追溯到日治时期 再来司法调查局员部分 他们说违宪促转 应该要经过法院 再来处罚过重 不配合提供资料 采行政法环 取代五年的有期徒刑 再来政治档案区分 无关二二八事件 或白色恐怖的史料 应该排除了 来民友 怎么看这个部分 蓝营我们看到 蒋万安开放态度 但是国民党又要权力阻挡 内部是不是矛盾 我想国民党内部 确实非常矛盾 前阵子除了开国际记者会之外 他今天还说是违法违宪 过去取得这些财产的时候 是违法违宪 过去破坏台湾人权 是违法违宪 今天我看到国民党 竟然有竟然说 你怎么可以定位 叫做威权统治时期 国民党自己的名义代表 自己的委员 都知道什么叫威权统治时期 他竟然在条例里面 不准你放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而且更奇怪的是什么 不提供资料者 五年以下有期出引 他说太重 很多的档案都在档案室 牵扯出来的时候 这些人是不是可以牵扯到你 不一定嘛 所以这些五年太重吗 一个国家的转型正义 为什么要有调查权 因为你没有调查权 你没有办法进到官方体序把史料把它拿出来 把它翻出来 因为你这样是违法的 而且这些调查委员也不是天空掉下来 他还是要受立法院监督 他跟党场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国民党用这样的态度在杯葛 他叫四五年日本战牌了后 国民党到台湾了 亲战一散 去乎台湾人 他日月四天白色恐怖青春运动 到改严 整个过程太琐碎了 这个琐碎的过程 今天执政党用政府的态度 他不是说我民进党要来调查 他是用政府的态度 甚至呢 我认为说他有一些讲法很奇怪 国民党说他支持什么 恢复被害人名誉 给予补偿 补偿是什么 不是赔偿 我们说应该是赔偿的 这应该是 上次我们请228的一些受难者 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来说 他说你应该是赔偿给我们 你怎么用那种怜悯的心态 到今天国民党 林维州他当过民进党籍的人 他还用这种讲法的时候 我是觉得不辞 为什么 因为今天台湾走到这个进步的地步 这个时候把国民党整个枷锁 把他掏开 对 你说电党要复辟 你用日本时代的創作 为了是堂塞嘛 对 他没有真正要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 或说要转移那个所谓的责任的压力 来 民意兄 这部分我们说国民党的青壮派 好像可以说不想去背负这个历史包袱 但是老一辈的似乎显然还放不开 我说这个过去所造成的一些悲剧 迫害等等 在这个时候不就应该要抛去吗 为什么现在还反过来要阻挡 我觉得这件事情 吃马糟之心路人皆知 民进党有没有在里面 假借促转条例要来清算国民党 有 国民党有没有要假借 要把促转条例更深化来阻挡 民进党清算国民党 有 大家都是心中有个鬼 可是我必须这样讲 促转条例是何等重要 讲出理由 如果刚才明佑跟我辩论 我告诉你 假设你代表国民党 你说不能用威权时代 我就不用威权时代 你说这个要用补偿不用赔偿 我就接受补偿 你还有什么话讲 我要他通过为时 通过了以后 才能够解决问题 才要找到真相 现在大家各自不想玩真的 我们做民意代表 常常在协调车祸事件 我没错 我没错 资不是问题 我民主问题 我说没关系 面子问题是不是 你资不是问题 你不要赔赏他 你给他一点补偿好不好 甚至你给他一点救戏 我不赞成 你意思是在绿都不愿意去面对吗 我认为你代表国民党讲之后 他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我们心中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在协调过程中 我说什么 弱势的 他想要得到的是补偿或赔偿 可能他要的是一个精神层面的 我刚才强调是车祸 我必须这样讲 他不是历史的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通过了 真相可以呈现 我要告诉你 还有多少人活在这个事件里面 为什么所谓的青壮派 我告诉你 你把国民党抄家灭族都抄不到我家 然后你把国民党骂到臭头 也骂不到我 所以我们都认为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包袱 拜托广快把它讲清楚 从2000年一直讲 讲到现在2017了 还在讲 我的意思是说 难道我们这个阴魂要一直跟着我们吗 所以没有我跟你讲 不要紧 你国民党要乱 你讲出来 只要不影响大局 我都符合你 来 瑞德哥 真的是讲 蓝绿不愿意去面对吗 还是说国民党自己不愿意面对 你知道补偿跟赔偿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吗 补偿的意思是说 就关就关 抬就抬 不好意思 一些钱给你 保充一下 赔偿是什么意思 赔偿是 我是完王的 我是清白的 然后呢 我可以被国民党 你把我迫害很简单 拿去台 拿去关 拿去毁掉一切 我看过很多这个白色恐怖期间 包括很多的这个政治受难者 他们家所走过的一切 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赌到你的怎样 对 如果是自己去赌到你的怎样 无法想象 现在说 赔偿的一些 补偿的一些 你连一个赔偿和补偿 你都搞不清楚 中间那个一字之差 差之千里 所以呢 这个复转条例的重点在于说 要把正义跟真相返给你 那有人讲说 像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说 至少要十年 你要到日本统治台湾时代 我问你 元朝要不要 宋朝要不要 明朝要不要 清朝要不要 还有个东宁王朝要不要 所以 这个时候就是国民党来了以后 白色恐怖威权统治 害死这么多人 破坏台湾人 我们要一个公道 要一个公平 要一个真相 来 议表委员怎么看 这个部分处转条例 今天能够三读通过吗 今天目标就是 促转条例务必要让他删毒 民进党我们有最大的决心 会通过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它主要处理的转型正义 就是台湾历经了 从228时代 到这个清香的时代 再到全世界最久的一个戒严的时代 中间有36年又40天的白色恐怖 这样台湾过去的这一段历史中 有造成太多的一个被害者 他因为白色恐怖时期 他的家族 说他的经济 他的整个生命 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那在这个当代政府 他的一个不正义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就有必要解决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先 国民党当然他去 要去扩大了 所谓转型正义的一个范围 希望把日本 也拿进来 也把它拿进来 可是大家要知道 如果是日本 你要处理日本时代的转型正义 那谁要赔偿呢 是台湾政府要来赔偿 日本的时候 日本政府的不正义吗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转我们在讲这个促进转型正义 他的一些在处理包括不义以止 包括说这个政治党案 包括平复司法不公 这一段因为是在发生在当代 而且不管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 都还有上存在人间 所以我们需要他们找出真相 知道真相之后 才有进一步让加害者跟被害者和解的一个可能性 来 明兄我们先稍后 等一下我们给年话 委员 好 没关系 来 年话 其实促转条例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找出真相 台湾的社会几十年来 有很多的被害者 我昨天晚上才跟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一起吃饭 他的爸爸因为当年科奇化事件被关了十年 那好 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加害者在哪 其实事实上很多加害者